大家好 今天講一下這個觀音卡 其實有兩隻尺寸 近一點可以嗎 不過我們這隻 近一點給你看 就是大尺寸 而且裡面 有本書去解釋一下 你原來收了一張 這個我抽 你為什麼收了 我之前抽的 那你解釋一下 你當時為什麼抽這張卡 我記得好了 什麼年紀 這樣都記得 我也抽過這張卡 我自己呢 我記得我抽的時候 Gates of Heaven 就是說是這個 進去這個 藍天門的那張卡 藍天門的那張卡 就是進去這個天宮的那張卡 其實 我印象中我自己抽的時候 當時就是剛剛開始接觸這些 零收的事情 好像就是 給我的寓意 就好像 你現在開始 進入一條這樣的路 那我就不知道 你當時抽完 還要很珍疑 還不知道 放在這裏 不知道想怎樣 是因為我不懂得解釋 放在這裏 慢慢針 慢慢參詳一下 參詳一下 就參詳到自己都忘記了 對 忘記了什麼事 好了 觀音卡 我想問一下 你從何而接觸觀音卡 我是因為上完 Magnified Healing 擴大療癒法 那時候剛剛 就接觸一個比較觀音的能量 之後就 老師介紹了這套Oracle 再加上 朋友Karen的介紹 朋友請我們先去搜尋 朋友搜尋 好 我們 攝到三個人 可以朋友再攝你的頭來嗎 是的 我們這三個 全小三姐妹 那就是 於是你又認識了這套卡 我覺得都記得 因為我認識的時候 那套是比較迷你 大概是這套 就像啤牌一樣 普通的卡 而且他已經在卡的背面 除了有這套卡的名字 其實他已經給了幾句 最精要撮要的東西給你 那就 比較像這本書 他就是整本 但是呢 我那時候 通常抽完小的那張 我就會問 朋友Karen 我抽了這張 你本書 有什麼要說呢 因為本書是比較詳細的 就是教你 小的就沒有書 大的就有書 是的 小的就是其實撮要了 在這本書裡面的 他覺得最重要的幾句說話 但是本書呢 他就會每張卡 教你 譬如有什麼的討文 可以祈禱一下 怎樣跟觀音再connect 怎樣去再跟觀音說 我需要你一些什麼的 guidance 幫助 明白 但是小的就沒有這些 那現在就算買小的那套 當然是這些 是要大一點一套才會有這本書 所以結果我也是買了一套大的 就是一套最小 對 小的一套就方便攜帶 跟別人check 大家交流的時候 就可以抽到觀音卡出來 好 那不如我們試試抽一下卡 看看今天上説什麼 你覺得觀音上説什麼 我今天抽了 我給你抽 蛤? 那我要 你靜身 怎樣靜身 靜身 靜身還是靜身 好 好 來來來來 我要來回道戲 好 其實我覺得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法 其實我覺得卡是不需要怎麼使用的 因為你隨便抽一張 你需要那張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緊張 好 好 好 我家裡有兩隻小狗 牠們比較輕鬆 我又不想我們錄的時候 就溫住牠們 好 好 等一等 等一等 喂 夠了 朋友 停一停 牠就說是這個 Orchid Priestess 即是這個 蘭花女祭師 蘭花女祭師 就是你一個 highest spiritual destiny 現在call to you 即是召喚你 你的夠高靈性 就是召喚你 She calls you to your purpose path and soul passion You are called to rise again and again to live up into your potential 即是說牠一邊呼喚你 就要活出你那個人生的目的 和你那條應該走的路 和你那個靈魂的熱誠 還有需要你 rise again and again 即是說你要一次一次提升 即不要想要提升年 過了一個paste 然後之後 這是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圖卡 待會跟大家再分享 有圖卡不在這裡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好 所以就說 現在call upon 你要一直繼續這樣做 你有你自己獨特的一面 和一個beauty 一個美態 那 She will always calls you She 應該就是觀音 觀音 will always calls you with her sweet flute flame deep in your heart 即是說牠會不停地在你心裡 在上面咒尿樂 吹出不同的音樂 blossoms of oxygen 還有藍花又會開花 然後菊花又會 在牠的腳一路跌下來 去到你的心裡去 去釋放 是的 去攪拌 攪拌 攪拌在你的心裡 就希望你去 可以到你最真實的 靈魂的熱誠 的靈魂的熱誠 是的 其實牠之後還有很多的 不過就不逐一讀了 因為牠之後就會教你 你怎樣可以做一些冥想 或者你怎樣做一些祈禱 去和觀音再 connect多些 或者協助 求牠的一些幫助協助 那你有什麼感想 我的感想是 其實是對的 老實說 去到現在 最近的環境 比較 無論社會環境 或者經濟環境 人們會比較迷失 又或者比較悶 或者其實都不知道是怎樣 很妄言的一些事情 所以 如果在這個時間適時 觀音是給一些力量 我們去stirp我們的passion 其實就會令到我們個人 會有目標一點 有個目標的方向 就會令到你 各樣的事情 都會有一個感情去做 當你有一個感情 或者你的心態是靜了之後 你的能量就會提升了 那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令到你覺得你會困擾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它 嗯 原來是這麼小的 那你就不看它 漸漸你就會可以 原來一些不令你舒服 或者令到你不能夠提升的能力 是 為什麼我在這裡不停不找呢 因為你剛才剛才說 就是現在這個時勢 那些事情 其實我今天就是抽了這張的 the towel 就是那個道 那類似你剛才說的 就是 看看裡面的解釋 都是說 好像你是現在在一個狀況 就是很多的 不穩定啊 恐慌啊 各樣的事情 但是你 go with the flow 就是說 你去 跟著那個 跟著那個 那個 人生 那個命運的流向 這樣在這裡流 對 就不要跟它去抗拒 還有 不要有一個恐懼 只要沒有了那個恐懼 還有你不要想著 就是 我所有事情都要控制 要控制 那其實 那些事情就會 很自然地發生 就是 其實是OK的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OK的 那其實 跟你剛才那個 都有一些 有些契合 契合 契合 那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吹水完畢 那下次再來 拜拜